基本上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范本的ID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这个ArayList把它放过来 其实如果这个地方输入零不知道能不能过 好像可以吗 我让一下看看好了 就是它的一个一个印词 如果说我给零的话 看一下 不行 他一定要给一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的话基本上是放在哪里 放在Enjoy里面 他这个如果你是以后看到Enjoy开头的话 点,点之后的话会出现一个大R 也就是说在Enjoy里面的大R R指的是我们的什么呢 Resource的ID 那在Enjoy开头比方说它是 Enjoy里面内建的一个内建的一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的话呢是大R里面的点Layout 这边有一个Layout Layout就是它的版型 就是我们List view要长什么样的点之后的话呢 它有一个叫Simple的简单的一个List item1 那这个就是我们画面将来List view要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类似一个范本的概念 就是第一个是画面控制器 第二个是画面的范本 一个是Control嘛 一个是View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个是Model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句本来就MVC架构 非常清楚 MVC 对不对 而且还顺序刚好放M 对不对 CVM 反正就是这种MVC的架构 像这个应该各位可以之前应该看过书上应该都有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画面的View的一个范本 这样的话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控制器画面跟资料OK了之后把它Save Save之后呢 也就是当我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它可以把我上面的这个资料把它放到 所以后面加一个SetAdapter 把这个Adapter连过来 所以透过这个Adapter 它可以去把资料抓过来 然后把相关的讯息告诉这个ListView 然后把它执行起来 OK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它就会按一下按钮之后 把这四笔资料放过来 那当然你后面还可以再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要新 底下有按钮再多一个新增 按下去 看能不能跳出一个可以输入的一个方式 然后可以把资料再加加加加进去 按一个确定 有没有 资料就倒过来了 OK 就类似像这样 这非常简单的一个Sample 所以基本上这个上面的资料 就是由ListView提供的 然后呢 这个画面上长这个布局的话 基本上就是由什么呢 由SampleListView1所取得的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改其他的 它的那个 view就看得不太一样 比如说里面还有什么 Sample的List 你不能选其他 因为它叫List 有2嘛 等等的 如果是Check的 假设2的话 基本上会长得不太一样 各位可以试试看 大概是这样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完成的画面给各位参考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ListView的一个Sample 以后的话无论你们怎么变 反正就是都是大概这样的流程 那很多同学在Enjoy里面就很容易卡在这个上面 所以顺便讲一下给各位参考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个的话你们要先把那个先建一个专案 就是ListView1 那第二个就是把画面上布局 一个ListView一个Button就这么简单 那种